老花衣每个一答 回答一下臭宝门的养完问题 有话说你换地方了呀 对 跑东营来了 好 不扯别的 三角梅最近频繁出现黄叶 买的双洗成原本很好的 有没有发现都下面的一些个老叶黄 这属于很正常 你要知道旧的不去 新的不来 它主要还是缺乏营养 那么营养多 营养多的不至于这个样 好吧 简单一懂 别的没事 别的叶子长得好就行 这有几个不好的 对吧 就像你说跟我大舅子一样 没事都结婚的人了 没事跑完再来问我 哎呀 我那个前女友瘦了 关你鸟事啊 你给你洗手好好过去吧 对吧 下丑宝老花一醒我看一下 这月季长了啥了 哟 家伙还挺别致啊 好 这个丑宝这个月季上面 排列的特别整齐的这一排 我看的是像那种小飞蛾 反正就是刚破壳不久的东西 具体呢 照片不清晰 也不能说出来具体的宣明 一般的用点高效率性举止啊 碧丛林啊 富丛啊都可以杀灭的 因为它小 如果说不多的话 就这一只啊 你就直接给它剪掉 给它扔了活化 好吧 嗯 别让它呼噜呼噜飞起来麻烦了 下个臭宝 发财术传说中的浇土 洗根了怎么修枝 这了那了的 你洗根换土了 洗根后怎么修枝 你别施肥啊 你洗根以后就不要施肥啊花友 很多的花友都喜欢这种 洗根换土之后呢进行施肥 不要 修枝的话你就剪就行了 平均每个枝条上面都给它剪一剪 少留点叶片 你如果说不敢于去剪汁的话 你可以剪叶片 就是叶片剪一半 留一半都可以 好吧 这样就比较简单了吧 下个臭宝 我的蓝莓有点枯萎 能帮我看一下子吗 这个要嗝了呀 我的宝贝 胶边 不排除是肥大哈 一般这种东西 缺过水晒干本了 或者是肥大 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你看看是哪个情况吧 到时候后期再给你追问一下 我们客服会帮你处理的 下个臭宝说 老花出现了什么问题 肢子花这个就是水大缺光通风擦 然后还得了个白粉丝 明白吗 宝贝 就得病了 还有虫子 缺光还缺肥 不光是一种虫 除了白粉丝还有一种东西叫叶满 在叶子背面 两种虫 用什么呢 用阿微菌树 加这个高消滤青菊子 碧虫林 富虫 你找客服药就行 老花一都有 下个臭宝说 老花一帮我看看金钱树这样行不行啊 行啊 可以啊 没问题啊 臭宝 别再没事 下一个臭宝 他说这个 卖家说一天要浇一回水 这个卖家可真有点不善良啊 你这个石头盆它不容易透气啊 现在能做的先控水啊 有叶狼一号喷上一些 对吧 先控水缓一缓 然后呢 把这种干的叶子给它剪一剪啊 如果说操作再不剩的话 时间长了还天天浇水的话容易搁啊 因为在室内养花跟在室外养花的不太一样 如果在室外养花的话呢 它有这个光照通风会比较好一点 在室内天天浇水容易产生烂根 有救吗 有救 希望不是很大的花园 先把老的 剪掉先控水 喷一样 好了 今天养问题就到这了 绝不说今天点个赞 我是老花一 养花最可以 4 5 8 8 10 0